還記得老師說的方法是 去願意要一個使用過的枕筒壓在床下 我們照辦之後就這樣壓著 而且你的病也竟然幾年都沒再發作了 嗨大家好,這裡是洛京 朵安俊輸不如行貫離路 跟洛京一起觀其探物 轉眼間荒唐的2022又到了尾聲 被疫情折騰了一年的各位也辛苦了 這邊洛京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既然新年要到了 想必很多人會去算流年運史 看看未來一整年的運氣是如何 有什麼事需要特別注意的 那本集就來跟各位聊聊命運這檔事 命運是宿命,是你一生的經歷 有人相信命運是註定的 什麼時候該發生什麼事 彷彿一本書已經先寫好了 而有些人則認為命運是不能虧探的 不能預知也無法改變 你相信命運是可以被改變的嗎?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不過說命的道理我都懂 但虧探命運 預測運是這種事對大部分來說 都是具吸引力的 彷彿你知道了接下來大概會遇到哪些事 就能夠先做好心理準備 或是採取某些措施來去應對 所以也有了塔羅、算命、占卜、妙宇問事等等行業的出現 在這邊洛京分享幾則算命的小故事 事件一 每次聽到朋友說要去算命結果都很準 我睡覺和他說一句 下次帶我去啊 而也就是這一句話促成了這一段神奇的故事 算命的地點在台南 六甲國小的對面 這是一間非常破舊的小平房 平房底供奉了一尊神像 你沒注意是哪尊神? 只發現神像後面的紅紙已吞成粉紅色 泥漫著濃濃的彈向 平房中間是個小房間 上面的位置似乎是在那裡面 後面則是一間小間廁所 想要沒有地方站 而我們坐下來後 老師將我的深層八字 Q進電腦 看我命盤第一眼 嗯?阿你媽在幹嘛? 不清楚 只知道她搬去歐洲了 我們好幾年沒見了 噢,原來啊 我看命盤 你這個命沒媽媽啊 我以為也不在了 而聽到老師一說我沒媽媽 眼睛就不忍氣掉下來了 這句話完全打進我的心裡 接下來也是有一些我和家人之間的關係 我不管說完全正確 但至少八九不離十 事件二 我們一家人幾年來 一直有給這位老師算命 並不是遇到事情就去問的那種 比較像是問一整年的整體運勢 而我姐姐經得了免疫系統的疾病 將近20年了 一直有靠著類過存藥物壓著 但是也是時常發作 去算命之後 老師告訴她解掉的方法 而這個解掉的方法 並不是說像無毒教那種無醫的形式 施法做法就把病治好 而是讓病不發作 還記得老師說的方法是 序院要一個使用過的枕筒壓在床下 我們照辦之後就這樣壓著 而且你的病也竟然幾年都沒再發作了 前年姐姐在去算命時 老師說 欸!你的病好了耶! 怎麼可能 前兩個禮拜才去看醫生而已耶! 而姐姐回家之後 一刻去了醫院檢查 報告出來連醫生都驚訝連臉 竟然好了 事件三 去年過年帶著媽媽去算命的時候 老師提醒媽媽 明年要多注意子宮方面的問題 結果就在今年 老師說的就是這一年內 本來想說順順順順的快過年了 眼看著下個星期就是除夕 這一年你就平安度過了 就在除夕夜的前兩天 媽媽突然肚子很痛 緊急的送醫院開到了 醫生說是子宮囊重 甚至就在那年結束之前被說中了 事件四 我的大學學姐和男友同居89年 都沒有刻意的避孕 想說我孩子就結婚吧 二幾年下來都沒動靜 問老師 老師說 你沒有結婚證書才會懷孕啊 就這樣他們馬上去公證了 然後不出所料 兩個月就懷孕了 至於之後男產都好不容易 把寶寶生下來 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事件五 我有天帶著我同學去算命 而老師直接跟他說 你母親今年會走 會來不及說再見 對 沒有錯 同一年她的母親在家裡 余睡夢中離世 前一天沒有任何徵兆 平時身體也沒有任何大礙 結果就這樣 來不及說再見的就走了 以上分享的五則 算命小故事都是真實事件 也都是出自同一個老師的神經 會看指揮命盤的人非常多 但是她總是有她獨特的見解 人解的事情她都會教你解 不用花錢做法 只是一些簡單的動作 還有聽過在床底下放一盆土 在某月某日喝港冒糖醬 跳神之類的 聽起來很奇怪但也都屢濕不爽 這邊沒有業配 不過想要找她算算看的朋友 也可以去試試看 另外這邊也分享幾位熱門的算命老師 以及她們的靈驗事蹟 如果是很相信預測運勢的人 也能夠在年末年初找她們算算看 位於台北星天空地下命理街 就有著二十幾家的算命攤位 有著各式各樣的算命方式 米掛、鳥掛、紫薇斗數 其中最知名的應該是好運糖 是採用紫薇斗數和中國汶王掛的方式來算命 在今年六月九妹前輩的對決節目裡 紫薇斗數的命盤算出她未來能夠有百億身家 是不得了的命 另外老師更補了文文掛的掛像 顯示出三節翼這張牌 精準算中的彩積電未來必定笑話的走勢情形 當時也承勸酒妹趕緊賣掉 後來因為這件事情而爆紅 接著分享一個通話界夜市 點刀族的生命神秘老爺爺 平常不常出現 紫薇在某些特定日子 決定開天年來幫助有緣人 而有給她算過的網友也有成功解決問題 但由於出現次數的不多 幾乎是要靠緣分才遇得到 所以也沒有到非常有名氣 那除了朱魯以上的傳統算命以外呢 也有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有人也稱為通理 在底下這一間基隆阿玉哲日館 眾多網友也去給她算過 升准到讓人覺得恐怖的程度 講過去的事情確實要是如神 也有不少傳言指出 這位老師松陽小果的方式 因此在看過去與當下的事情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也有體質比較敏感的人 給她算過之後非常不舒服 並且講未來的部分比較沒有說中 所以還是要看需求來做選擇 雖然算命可以預先知道 未來有可能會發生的事 不過若金個人認為 無論是好的或是壞的 命運是可以被改變的 並非盲從於算命的指示 而是遵從自我的移植 去達成自我實現 是一種冷定勝田的概念 不如說既然來到了世界 去挑戰既有的命運 不也挺有趣的嗎 那本集落金就說到這裡了 你們有沒有遇過很靈驗的算命經驗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別讓我幫影片點個喜歡 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